在北京还跟那一位女士 有肢体冲突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轻轻就是碰一下她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发现有什么 让你不能接受的事吗 还有她平时就特别忙 早上八点出门 晚上就是最迟 也不会超过十二点回来 有一次都凌晨就十二点半了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问怎么还没有回来 她说她在学校门口 就碰见了就是她几个好朋友 要去学校对面的一个餐馆 谈点事情 我说那你多久能回来呀 她说最多半个小时吧 然后就过了四五十分钟 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给她再打电话 电话就关机了 我就挺着急的 我就给餐馆老板打电话 餐馆老板说他们还在吃饭 我就心想那再等一会儿吧 然后过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心里特别着急 我就想出门去找找她吧 然后出门外面还下着大雨 又那么晚就打不到车 我就淋着雨跑去 然后我没进去 我就在外面看见 就是她跟几个女的在那儿 说说笑笑喝着酒 特别开心地聊天 但我觉得她现在就是 对异性这两个字 就特别地敏感 可是我 我竟然看见了 当然是除了女的 是不是还有男的 对吧 还有朋友对不对 我就只看见你跟那些女的 在那儿 说说笑笑的呀 那有的时候吃饭 难免就会说一些 开心的事情 就是她有的时候 把这东西 我觉得放大化了 所以导致我现在 我觉得我越来越累 而且我当时就 为了她的面子 我也没有进去什么 我就又 原路返回了 回家之后就等了 以后她是回来了 然后喝得醉水水的回来 就是满身的酒味 就脏兮兮地倒头就睡 然后我就挺生气 我就问她 你刚才到底跟谁在一块 到底在干嘛 她就把我甩开 然后就睡了 我那天马上 就在地上睡了一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八点就去上课了 然后她第二天 下午两三点才来找我 一觉就睡到那么晚 姑娘 我问问 就是你们谈恋爱的 这个阶段 除了她最近 有这个变化之外 你们俩其他的什么理念 这些磨合磨合得好吗 我们俩可能就是 消费观上面 好像还是有些不同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俩一起去超市 买就是家里用的东西 就是柴米油盐 之类的东西 然后她总会挑 就是价格最低的去买 然后她还经常会买一些 就是特价的 处理的那种 蔬菜呀水果呀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 我去超市买了一些 就是进口的水果 就是因为没有吃过 我觉得就尝尝鲜嘛 就被她大说了一顿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为什么 我就觉得就是 现在只要保证 安全的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讲究一个品质 或者讲究一个牌子的东西 而且现在就是 创业就在 其实说实话 花的钱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该省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就是节俭 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她非得去跑到一些 什么进口的商品店 去买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没有必要 平常家里用的 柴米油盐什么的 我也是会去超市买 我又不是什么 买什么进口的 而且我就是偶尔 买些比较就是 贵点的东西 可能还有贵的好处呀 而且我都是在 咱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然后你就是不能理解 经常说我 所以男生是希望 日子过得节俭一些 是吧 女生可能希望 能够在品质上面 有一些保证 是这意思吧 那你是现在在哪儿创业呀 在石家庄 石家庄 你在石家庄读书 刚才说大四了是吧 资料上面没记错 你应该是陕西人是吧 对 是 那你毕业之后 你要去哪儿呢 我毕业我当然是想 他在哪儿 我就想跟他去哪儿 所以你是希望 留在石家庄是吧 你怎么想的 我想的就是 靠自己努力 在石家庄这个城市立足 虽然现在很艰苦 就很累 但我觉得靠我的双手 应该会有一个 很好的未来 他有的时候 老有这种想法就是 不要我那么累 说以后他爸妈 怎么怎么样 能给我资金上的帮助 他们也不就是非得 就是让他跟我一起 回我家 就这边发展 就是给他 就是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我就觉得就是 他家就有点想 让我做上门女婿 我觉得就是男人嘛 就是人求 志无得求 我就觉得靠自己双手 其实可以去 拼出一片天地 这是时间问题 啊